那是花县主的马车 是的 殿下 那我们就停在这里 等候花将军 是 我们就在这城里迎接吗 这 这也不符合礼仪啊 那你去跟太子殿下说 我 你怎么不去说呀 说不定 这是太子殿下摇翼为之 太子殿下背后 可是陛下呀 殿下 我们当真就在这迎接啊 姑会在意他们的想法吗 先把时间留给你们团圆吧 小姐 太后上赐了那么多衣服 你偏挑了一件大红色 不知道的还以为小姐成亲呢 红色好啊 多鲜艳 多应景啊 这样爹娘就能一眼看到我了 记得小时候 爹娘每次出去打仗 我也是这样站在城墙上 等他们回来的 爹 娘 娘 娘 是扫麦 爹 娘 老爷 娘 大爷 姑娘 琉璃 小妹 琉璃 琉璃 爹儿 爹的好女儿啊 爹 快让娘看看 娘想死你了 女儿也想你们了 大哥呢 大哥大嫂回不来 但他们托我给你带了礼物 我看就是大哥成亲了 自己不想回来 别胡闹了 娘 爹 二哥 你们看 这些都是太后和陛下 还有太子殿下送给我的 女儿在玉京过得可好了 来 爹看看 傻闺女 你一个人在玉京没人照顾 你看 还是瘦了吧 行了 有什么话呀 咱们回家说去 走 咱们回家说 墨家 拜见花将军 魏将军 西天角 快快 请棋 你的雅昊啊 我一直未曾忘记啊 西天角 爹 我们花家立下了汗马功劳 陛下却连这明面上的表现 都不肯应付一下吗 姑娘啊 此次是爹上书给陛下 陛下才应允我和你娘 低调回京的 本身就是烈火烹油 如若再搞得飞飞扬扬 恐对我们花家不利啊 是啊 对了 太子殿下把我安排住进了我们西郊的老宅 那儿离得有点远 咱们赶紧回家吧 咱们赶紧回家吧 太好了 走 回西家老宅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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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看 大将军花硬亭亭 魏明月 拜见太子殿下 军花硬亭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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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